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这个抱歉,刚刚有点情况 我们地质规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讨 进入这个井的部分 那承德这一个部分修得不好 很多会出状况 这个是佛物的加持 督促自己,做事要更严谨才行 那我们上一次探讨到的是 对影时,物简则 时事可,物过则 我们佛门有一个词 轮回业 像对影时,简则的话就练出分别执着心 我们所谓人身难得,佛法难闻 净土法门难遇 彭基辛居士说的 无量节来,昔有难逢之一日 所以,这一生最重大的,就是了多生死轮回 去做佛 所以我们在课程中,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 常跟大家提到 偶叶大师的净赦明 四条 第一条呢,就是净土为归 归宿 归星事件 也是我们这一生的终极目标 那我们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要跟这个目标相应了 老婆上说的 轮回心 修什么样的法 都不能往生 那我们想一想,什么时候会起轮回心呢? 面对境界的时候 所以吃东西的时候 容易起分别执着心 当然 穿衣服的时候,也很容易起分别执着心了 所以我们出家里的衣服很少 基本上就那几件穿 这样会减少分别执着的心 那我们看 这个佛门吃饭的时候 食存五官 所以这个是提醒 在吃饭这个境缘 不能起贪心 贪心是执着了 而要起菩提心 所以吃饭可以练出菩提心来 劝发菩提心文说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大家觉得这一句教诲重不重要? 我想看到这一句 这是黄炎经说的 谁想要修成摩业 谁想要再轮回呢? 我想都不愿意了 这句点出来 修行要成就 菩提心要发 而且要保持它 所以灾堂有食存五官 这个就是保持住菩提心 感恩的心 因为我们的贪心是很容易起来的 所以有这些提醒 我们就不同意在这个境界当中染灼 你看还没开始吃 进去的叫五官堂 有些道场会把这五官写出来 寄贡多少量比来处 存己得行 全缺应供 防心离过 贪的为中 不能起贪心 正式良药 胃疗行苦 而且在吃的时候 警觉性要高 我有病 我得吃药 我是有病的人 我怎么让自己康复 所以在吃的时候 就要想到 到极热世界都不用吃了 百味饮食自然隐瞒 虽有饮食食无食者 不用再吃饭了 诸位忍者 以后都不用吃饭了 大家觉得好不好 大家想一想 吃饭一天三餐 光吃要花多少时间 假如还要加上还得做饭 真是 起了厌离说婆的心 怨生极乐的心 这个用功 让这个念佛的功夫不间断了 光是这个吃饭就是个挑战了 所以正式良药 叫未聊行枯啊 所以这个臭皮狼啊 还得伺候啊 得把这个臭皮狼舍掉啊 要取清虚之身无疾之体 要换个金刚不坏神 哇 你看吃这一餐都是觉悟的在吃了啊 然后未成道业方寿此食啊 那各行各夜来成就的这一餐呢 我得好好办到啊 不辜负大家成就这一餐呢 也可以以功德啊 来回向给一切成就这一餐的人 哇 那大家用这个心情吃饭呢 广结法缘呢 好 所以用这样的心情吃饭呢 你去了极乐世界 再回来的时候啊 娑婆界很多众生跟你有缘了啊 除其本愿为众生故啊 这个就是悲心深切啊 希望啊 希望啊 往生之后 赶快回娑婆界 帮助众生啊 那因为回来就不一样了 阿弥陀佛加持了 披宏四楷啊 教化一切友情 揭发信心啊 我念到这里挺高兴的 我看你们的表情好像是入了禅定啊 修菩提恨 行谱贤道 再讲解呢 结果你看 状况百出 不过 我感觉 犯这些错呢 有这么多人看到啊 印象深刻 这应该是代表我挺有福报的啊 我以前听过啊 一个格言说的 一个人犯点小错啊 马上就被爸爸长辈看到了 这个人是有福气的啊 假如他动了小聪明 结果都没人发现啊 他又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话呢 那往后他就 越走越偏了 所以这个上警这一部分呢 自己多出状况啊 就 要好好警惕了啊 幸好这个不是上了国家电视台啊 不然这个 我看就前面的努力都 game over了啊 好 那个 那个 刚刚 提到的啊 这个 是十八院里面讲的啊 除其本院为众生故 他等于悲心切啊 往生之后呢 希望赶快回来 那我想 在座啊 应该很多 忍者都有这样的慈悲心 哦 那现在吃饭的时候啊 就在广结善缘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维过啊 一餐饭呢 有多少个行业投入在里面 多少人 成就的 这些姻缘 哦 那我们有这一颗啊 啊 报他们恩的心啊 哦 那这一年心啊 哎 都跟他们结上缘了 哦 好 哦 哦 那 无量所做经当中提到 啊 不提贪嗔痴欲诸想 不着色身相畏触法 哦 这个是阿弥陀佛在英帝的修行啊 啊 其实这一句啊 就是修行的总纲领啊 啊 就如同啊 老和尚 讲经当中啊 出现频率最多的其中一句啊 啊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哦 哎 这句话就是老和尚常说的 会修行 你会吗 哎 就看这一句了 哦 其实六根接触六成 我们能够啊 不去分别 不去执着 哦 不起贪嗔痴欲诸想 不着色身相畏触法 哦 我们一 对这个相啊 取相分别了 产生 哦 这些分别执着念了 哦 那这就 造轮回叶了 啊 啊 这个跟我们呢 净处违规啊 哎 这个就背道 何止了 哦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随时 要看看呢 哎 我的努力跟这个目标啊 相不相应哦 哦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句啊 古人说到了 啊 或从口出啊 啊 啊 这个 下一个单元 信 都谈言语了 啊 啊 病从口入 好 所以健康跟饮食啊 息息相关呢 啊 哦 假如我们简直呢 偏食呢 啊 甚至于喜欢的是暴饮暴食啊 狼吞虎咽呢 啊 把胃都搞坏掉了 哦 那一偏食呢 啊 这个营养啊 不均衡 身体啊 衰弱了 肥胖了 这些种种 问题都会出来 哦 我们现在 文明病啊 越来越多啊 哦 所以首先 这个怎么互念好自己啊 这个紧的句子都很重要啊 哦 而且呢 这一些习惯呢 啊 要从小养成 就利益他一生呢 没有养成呢 那可能会误了一生 哦 所以 我们 把地质规这些句子真正用心啊 引导孩子了 真的 父母老师啊 就是孩子一生的贵人 啊 甚至当主管呢 啊 我也看过 啊 一个台湾的企业家 哦 他是做茶的 哦 那后来呢 他到了张州发展 哦 发展得很好 哎 他都教员工啊 三字经 弟子规 啊 叫他们做人做事啊 哦 那这个是以父母的心啊 啊 来做领导了 哦 而且他自己啊 小时候也 学过诗俗啊 啊 用闽南话讲 漢俄啊 哦 读这些经典呢 都是用闽南话读的 哦 都有押韵的哦 啊 我们叫颂读 哦 所以老师们呢 啊 有时候一些 啊 这个唐诗啊 啊 或者是一些经典 啊 弟子规三字经 其实都可以用颂读的 啊 大家做过三十细念吧 哦 你看那个调 哦 哦 啊 武道法师他们做的时候 有用过的调 啊 弟子规 深人寻 所小提 赤井行 妨爱中恶情人 由于你测学文 哦 嗯 嗯 嗯 用这个韵呢 来读呢 小孩子很容易寄诵 哦 哦 你看像三字经 哦 有一些地区有推广母语教学啊 啊 每一个地方的 地方话 其实都含色着 祖先的教诲在其中 哦 像我们提到物为难呢 哦 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哦 哎 这是李白说的 啊 你看我们福建的祖先就有讲了 一支草一点路 天无传人之路 啊 这个 韵呢 念起来都很有味道 啊 千万啊 啊 这么美的闽南话 不要断在我们的手上啊 哎 哎 真漂亮哦 哎呀 哎呀 哦 奥建的真漂亮哦 很美哦 我们有责任了 把它传下去 哦 你看 林吉初 神本身 神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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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孤不孤胸 哎 这个都可以唱了 哦 大家看得出来 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啊 还有去学 闽南语的哦 嗯 哦 因为 从理语里面啊 可以感觉到啊 祖先的智慧 哦 好 那 啊 这个刚刚啊 哦 我们 呃 提到了啊 这个 病从口入 哦 哦 所以这个句子啊 啊 我们关照起来 嗯 用在自己身上啊 甚至于用在 学生的身上啊 哦 包含员工的身上 哦 哎 用父母的心啊 来对待员工 啊 你在当领导的时候啊 都是鸡公雷德啊 哎 哎 在哪里行菩萨道啊 在每个行业 甚至在每个扮演的角色上 其实就是你用真心呢 啊 啊 做什么都是鸡公雷德了 啊 啊 你是用有求的心呢 啊 啊 啊 有贪嗔痴慢在里面呢 啊 那这个 就不是功德了 啊 哦 哦 所以菩萨道啊 没有离开 我们的工作 啊 也没有离开 当前的一念心 当前的一言 一行当中 哦 好 所以我们学完这一句了 我们要变成了 会修行的人了 啊 啊 在境界当中不要检测了 啊 啊 外在物质的享受啊 啊 哎 顺其自然 够用就好 啊 不去分别制作 不去检测 甚至于呢 人事环境啊 也练不挑境界 啊 啊 假如 这个我们呢 一挑境界啊 又不是我们能选择的 我们的烦恼 就起来了 哦 所以这个菩提道上啊 这个不挑境界啊 啊 必考题啊 哦 这我们在 嗯 上级下属 啊 甚至我们所带的学生 我们能不挑境界 安住当下 真诚去对待 啊 历世练心啊 我们就练出不分别 不执着的心啊 我们的境界 就在这个境界里面呢 向上提升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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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有一个老师跟陈德分享的 哦 他 啊 啊 对一个学生啊 快要失去耐性了 打算放弃了 哎 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啊 假如他是我儿子啊 我会怎么做 哦 马上那个很不好的情绪啊 就转过来了 哎 你看他那一念就是不去分别 哎 哎 他本有的爱心啊 也提起来了 嗯 好 我们看下一句啊 啊 年方哨 勿饮酒 饮酒罪啊 罪为仇 啊 这些句子啊 都是生活的 规范 啊 啊 啊 让陈德想到啊 啊 啊 师长呢 在讲 了凡视讯的时候 哦 有提到啊 啊 这个行善 十个纲领啊 其中有一个纲领是 种词法门 啊 叫爱尽存心 啊 这种词法门呢 代表 所有的 精具 教诲啊 都是 都是在这个纲领之下 好 比方说我们看 这个对饮食物检测啊 是不是 至爱啊 啊 是不是 尊重自己啊 你不能不尊重这个身体啊 哎 当我们 去 让孩子养成不挑食的习惯 那我们是不是爱尽 这个孩子 这个学生呢 哦 所以这个爱尽存心啊 至爱爱人 制度度人呢 哦 啊 像这个 年方哨 雾饮酒啊 饮酒醉 醉醉 醉醉醉醉 啊 但是从小 那 至于 就要 饮酒 养成这个坏习惯了 哦 那 一喝过了 哦 它言行举止呢 就很失离了 哦 就让人家瞧不起了 失态了 所以这一句首先 我们要懂得 尊重自己 注意自己的形象 我们不注重自己的形象 人家就看不起我们 自重而后人重 自敬而后人敬 所以 论语当中说 君子不重则不威 自己不尊重自己 你在人群当中要有威信 很困难 所以我们 不养成这个会让自己 丑态百出的 习惯 喝酒是一点 你比方说我们言语的习惯 言语啊 没有分寸 甚至 讲一些 很轻浮的话 或者不雅的一些笑话 其实这个都是 不尊重自己的 其实也不尊重别人的 所以这个我们学 第一次规啊 这每个经句呢 能够拉回来 修正自己的心 其实这每一句啊 都很有受用啊 这叫全修在信 叫全信起修 我们老上是学华言的哦 我们是他的学生呢 也要学得像他 华言的教义啊 你修学的方法 全修在信 比方说 我们这个井里面 这些句子 你能知道 哇 他这一提醒我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那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才不分别 不执着啊 应该是一切时候啊 哇 那你从 一个经句里面呢 体会到不分别 不执着 你就可以入一切境界了 全 全信又起修了 在一切境界里面修了 就好像 后面句子提到 这个物见欲 物必 为什么物见欲呢 因为你要进门啊 那那个门都有一个欲啊 你要跨过去 你踩在上面呢 假如你鞋子有土啊 那那个欲上面呢 就脏了 那古代穿的 就像 这个我们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 是古代的衣服啊 像汉服一样呢 那这个衣服是长的呢 你把那个 这个欲呢 那个门槛呢 你给它踩脏了 下一个人 一进门了 你就把人家的衣服给弄脏了 那我们假如 用心去体会这一句了 那代表 我做的哪一个动作啊 都不要去 脑害到别人 不要去给人不好的影响 比方 有这个同修观察到老儿上 只要用过了牙签 老儿上会弄一些这个卫生纸啊 在这个牙签的前方包一下 因为老人家怕 人家在收拾的时候啊 被牙签给吃到了 代表老人家很敏锐啊 这个牙签可能会去吃到别人 同样的 我们做任何一个动作 养成像老人家这样的习惯 那我这个 这个不能去踩门槛啊 弄脏人家的衣服了 或者 我们去公共 厕所间呢 离开的时候 要冲水啊 洗干净啊 不然下一个人来 就发臭了 你影响到后面的人啊 这个替人想的心呢 从这些经济当中 体悟到了 再把它用到一些静缘当中呢 东方 中华文明的学法 强调的是领悟啊 它不是学知识啊 不是死记硬背的 它是心法 每一句 我们学到很重要的心静了 自爱自静 像这一句 也是爱人 也是静人啊 年方少物饮酒啊 饮酒醉醉为醜啊 因为假如饮酒过度了 常常造成呢 开车 事故 甚至 伤害到别人的生命呢 因为我们不自爱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去伤害到 别人呢 所以要避免呢 养成这种喝酒的习惯呢 我们再看下一句 不充容 力端正 医生缘 好 定呢 是苏牛 因界得定 因定 才能开智慧 所以一个人 假如不定啊 那他的智慧是出不来的 那什么时候在练定啊 这一句就提醒我们了 走路的时候要定啊 穿衣吃饭要不要定啊 你吃饭都很慌张啊 这个心都是不定的了 好像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啊 老和尚讲的 修行人啊 面对境界要清楚 那我们一听完老和尚这一句教诲啊 那我们首先要问自己啊 我面对境界也清不清楚 这个佛弟子啊 说三规啊 规一 这个注释三宝呢 他表的是自信三宝啊 啊 佛宝 表的是归一 自信绝 那绝就是在一切境界要清楚才是绝了 那师父领敬您呢 修行靠个人呢 刚刚说到说面对境界也要清楚啊 所以我们在使用Zoom的时候啊 也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要清楚那个麦克风啊 还有那个摄像头有没有关啊 假如呢 忽略了这个情况 你到时候刚好在骂小孩啊 一下子全天下的都知道了 啊 这个形象啊 哦 哦 你比方 陈德贾如啊 刚好 这个麦克风没有关啊 影像没有关啊 刚好做了一件跟地址规完全违背的事情啊 啊 可能我就要退出江湖了 是吧 嗯 所以谨慎为保家之本 嗯 哦 不只保家呢 保自身呢 嗯 保自己 啊 在 人群当中的性 这个威性啊 哦 好 哦 哦 那这个 啊 刚刚跟大家问到了 啊 你 修行靠个人啊 那楼上教 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哎 那我们有没有去思维 怎么在境界当中才能清楚 哎 我觉得想不清楚了 我有没有问人呢 哎 请教人呢 哎 诸位 忍者啊 大家喜不希望啊 我们的学生 心有仪随杂记 就能问求缺义 大家喜不希望 好 我得跟你们互动一下 你们禅定功夫太高啊 哎 得得先注定一下啊 好 抱歉我这里没有尹庆啊 哎 一般尹庆还是比较好一点啊 哎 这是红衣大师呢 啊 请这个广庆老师上出定的方法 敲了一下尹庆 好 这是我们佛门的一个公案啊 好 好 哦 那 我们希望啊 我们的学生啊 我们的学生啊 都能 心有 救人问求缺义啊 都我们身教得先做好了 好 那这个要问自己咯 哎 我自己有没有心有仪随杂记 就能问求缺义啊 假如自己没有啊 哪怕在开解这一段的时候啊 那个受力跟我们是这么做啊 不一样的啊 好 而且我们教学的人 修行的人 我们的敏锐度啊 观照力要强 嗯 嗯 嗯 我们自己有没有在讲一段道理的时候 觉得 心里有点虚虚的 哦 有点讲不下去了啊 哦 就像我今天有点讲不下去了啊 哦 你看换了地方 哦 哎 没有什么 这个景当中啊 你要 我们说double check 啊 就要 重复确认 啊 这个七个及时里面啊 及时 确认 哎 上个礼拜 上课了 我就想了 哎 应该知道了 啊 但是呢 你 你刚到啊 啊 你很清楚啊 人家 当地的工作人员 不一定很清楚啊 哦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些课要摄像啊 有一些课不用啊 哦 所以人家也 不一定很能 马上能很准确啊 啊 就想着哎呀 上个礼拜 有录像了吧 啊 应该知道了 哇你看 来了 哎 人家以为不用录像了 哦 哦 你看上了room又断了 啊 啊 啊 因为用的不是自己的电脑啊 啊 还会有状况出现啊 哈哈 哦 啊 啊 这个时候就要想到 老阿上说的 真忏悔 霍不再造 啊 啊 要寄取经验啊 教训啊 嗯 哦 哦 哦 所以能够 在经历的每件事啊 啊 自己做人做事啊 能够越来越 稳妥 越谨慎啊 啊 所以 也才是啊 在立事练心啊 哦 好 所以今天很抱歉啊 做了反面的 呈现啊 这个大家引以为戒啊 好 哦 那 这个身教啊 还是很重要啊 最近也 常跟大家 探讨 一个重点 哦 哦 就 佛法管用 哦 哦 哦 我记得很清楚啊 当初听老阿上讲经 老阿上说到了 哦 哦 佛法是最现实的 啊 假如学它没有用啊 那 那学它做什么 哦 佛法是大用无方啊 啊 你学一句啊 很 可以用在哪里 用在当下 你看 哦 哦 比方 佛法 讲 万法因缘生 哦 那请问这一句话在哪里 一切实习出了 哦 你要 看清一件事 你从因缘去看 哦 你要看清一个人 你从因缘去看 哦 你看像 哦 这个我们人生 哦 比方说 男子做生意啊 哇 你要找合作伙伴啊 要很慎重啊 你找错了 可能毁了你 几十年的努力了 所以你看人要准确了 那怎么看 每个人都从因缘来的了 哎 哎 他的家庭背景 成长 环境 学校 受到的影响 甚至于是整个社会 毕竟 毕竟我们是在这个因缘里面成长 或多或少啊 都影响啊 哦 这样你就会客观了 哦 因为佛门有一个词啊 叫爱缘慈悲 哦 每个人 你自身遇到的亲戚朋友啊 过去生就见过了 哦 所以是因缘啊 在街上来了 不是说你以前不认识他啊 哦 那你假如过去生跟他缘比较好啊 那你要看清楚他就不容易了 好而之其恶 物而之其美者啊 天下嫌疑了 哦 所以大学里面还 举了历史啊 人末之其子是恶啊 哦 你对你孩子的那个感情很重啊 你看孩子就不客观了 慈母都败慈了 哦 哦 人末之其苗之缩 哦 我们有那个贪 哇我要更多更多的觉得 哎呀怎么长那么少 其实 自己的 这个这个粮食已经长得比别人好了 还觉得少了 哦 哦 所以 这个佛法真的很好用啊 你看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候都要忍静 客观观察因缘 啊 啊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啊 都要客观 冷静用姻缘去看 啊 啊 你理智了 就不容易陷在业力里面了 哦 哦 不然就再解难倒了 哦 哦 好 那 这个处理事啊 啊 对我们现在来讲啊 特别重要 哦 因为啊 从因缘看 大家都不是从小学的了 哦 哦 所以啊 现在说做事很靠谱啊 的人 比例都不算太高了 哦 哦 所以你要随时去应变事情的 哦 哦 那这个佛门讲呢 菩萨是德啊 真的是很重要 随缘 每天发生的境界都是缘的 妙用 心不能动 不能起情绪 才能在这个境界当中啊 得到自受用跟他所用了 不然情绪一起啊 自他都在这一件事当中堕落了 哦 可是一个人要在境界当中不起情绪啊 不被境界转 那他平常的定力就要培养了 平常心都是散乱的 突然遇到事还定得下来 不大可能 哦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啊 这个一时就是境界现前的时候了 哦 所以啊 随忙随闲 不离弥陀名号啊 行住坐卧穿衣吃饭啊 这佛号都要提起来 哦 所以老话上说啊 这个要妙用 妙得起来啊 就这句阿弥陀佛不能断了 啊 一不念佛啊 就打妄想 啊 就分别执着自主了 哦 第二是威仪住持有责得 身教 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件事的时候啊 我们情绪会起得很大 就是一直在盯着对方或者相关的人的错 假如我们能观照 哎 我自己的身教做的怎么样 我有没有不够的地方啊 一观 很可能都有啊 这个气就会下来了 我们就一直记得别人错啊 别人太可恶了 他才会往 情绪才会往上 一觉得自己身教不够的人 不好意思了 降下来了 所以这个菩萨士德啊 能 自我观照啊 很有受用啊 哦 而且你经历的每件事就是 道场啊 你就是在半道了 就是在这个音乐里面呢 指他啊 提升了 哦 那最后 第三是 柔和直直射身德 我是严教了 啊 第四 普代众生受苦德啊 这就要有耐性了 现在处理人事问题啊 冰冻山子非一日之汗 一定要有耐性 哦 就像 一个人身体啊 出了情况 他从因缘去看呢 哇 那这个应该是 种种因素没有注意啊 造成的结果了 啊 你不可能要 起一个心啊 啊 啊 我吃两铁药就全好了 这个 不可能的事情了 哦 而且 也 治病啊 主要还要靠自己调养啊 要是一个真上缘啊 啊 今天我们一些思想状态 行为 生活 作息 习惯都没有改 你再好的一生呢 他帮的也 打折扣了 哦 现在 什么情况都要多管齐下 啊 把不好的因缘 要转掉 要改成好的因跟缘了 哦 不管是身体的问题啊 人事的问题啊 啊 就慢慢能够转过来了 哦 而这个普代众生受苦的啊 就很有耐性了 可是我们现在啊 容易浮躁 那一浮躁说要有耐性就很困难了 哦 那一浮躁啊 你的脑子就不容易冷静了 哦 所以古人说面对境界怎么清楚啊 公 生明 大公无私 不要偏私 哦 成生明 真成 不要对人有成见 有成见 人家的优点呢 你完全看不到了 而且那缺点还给人家放大了 哦 再来 从容生明 哦 哦 那我们叫做善于体会的 哦 那我在什么时候练 无私 练 练 真成 练 终容啊 是吧 这些理啊 要跟事结合起来了 哦 哦 那这个不从容啊 力端正 我们这个不从容就不能只是体会到走路的时候要从容 不要急 你可以把从这个走路啊 这延伸开来 你看缓接连 物有生啊 这个都不能急到 宽转弯 物处冷啊 啊 其实 就是 小俄语第一句话 一切言动 都要安详 啊 十差九错啊 只为慌张 哦 那在座诸位的忍者啊 啊 有没有以前的性格啊 是比较急的 哦 后来呢 下了功夫 哎 哎 现在比较不急了 啊 可不可以 请您献身说法 哦 哎 怎么把这个急啊 对峙 哦 佛法 八万四千法人都是在对峙烦恼的 啊 啊 六度 都是对峙啊 哦 所以我们修行人要养成呢 对峙自己烦恼习气的态度 啊 像我小时候令社啊 我就要用布施去对峙 啊 哎 别忍辱啊 啊 对峙称灰 精静对峙懈态了 哦 禅定对峙散乱 愚痴 啊 就智慧对峙于痴了 嗯 好 哎 那个有没有哪一位忍者准备好了 啊 哈哈 嗯 嗯 好 这个大家不要有压力哦 哦 我也不勉强他人哦 啊 要勉强他人就有控制的念头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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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下一次愿意分享 可以举手啊 哦 随时欢迎大家哦 哦 哦 因为要把法布施啊 变成习惯了哦 哎 佛法这些教诲啊 哎 我们都要把它变成习惯了 哦 这个六度啊 哦 也是要变成习惯了 哦 哦 好 我还没重伤 就有永夫出来了 好 哎 好 当然 这个感谢啊 这个我们黄老师啊 一看他举手 就知道他的性格比较仗义 哦 他看我唱独角戏 他马上就举手了 好来 有请 黄晨宜老师啊 哦 大家今天有没有感觉 有点无常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请说 各位同修大街 在分享 在旁边就是会比较 哎 他麦克风被关掉了 请说 法师 法师 跟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是 后学是黄晨宜 那其实 我从小到大的个性都 非常的急 所以 就是后学的母亲 很常跟我讲四个字 就是 急事要缓办 就是 如果你越急的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太急的去办 因为那个 欲速则不达 见小力 而望大义 所以 后学就是透过读 读 读诵经典的方式 那后学 都有在 阅读这个 六祖大师 法导堂 金钟宝本 所以 后学就是 跟大家 念一段 我自己有时候 会拿来 提醒自己的一句话 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那个 不见一法 存无见 大似浮云 遮日面 不知一法 守空之 还如太虚 生 散殿 此之之见偏然心 错认合成解方便 鲁当一念 似之非 自己灵光 常显现 就是 这个是这个 六祖大师 他在 开示的那个 祭语 那我自己 不是什么 法师的功力 我就 我不会解经 但是我自己 在读 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有时候 我会跟自己 讲是说 你越急的事情 就把它当作福 天上的福云一样 就让它飘啊飘啊飘啊飘 然后你自己 还是要 脚踏实地的去做 就是 这个时候你可以静下心来 就念佛号 静下心来之后 你的那个 头脑 就会豁然开朗 然后 然后 如果我越急的事情 就内心 就是一直念阿弥陀佛 我相信 就是可以 受到提 提 请说 请问我说到哪个地方了 都还没有开始说吗 有有有 就说到好像就是要提起阿弥陀佛佛 佛号 好 然后提起阿弥陀佛佛 佛号 那老师我有念佑祖大师法宝堂经的祭语 跟大家分享的 有有有 有念的 好 然后就是后来 除了是提起佛号之外 然后就是要设身处地的去替对方着想之说 如果我今天在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角色的话 我该怎么去做 我不喜欢人家太逼着我嘛 就是相间和太体 就是不要多多逼人 然后后来就是这方面的话 后来就会慢慢的改进 就变得比较和缓 不然我小时候的时候 这是个性非常的猛烈型的 对 然后最近还在调伏自己 内心的一些习气 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多多益善的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这是以上是我的分享 阿弥陀佛 谢谢华老师 对 谢谢 谢谢 老上有讲到我们修学成就 要主动学习 主动突破自己 这个孔子在论语当中有提到 不曰儒之和,儒之和者,吾莫儒之和也一矣。 这个儒之和就是该怎么办? 所以可以感觉,这个黄老师他在对峙自己的问题, 他还是很主动去找方法。 像他刚刚应该是念了一段六祖谈经的话,是吗? 老和尚曾经讲过六祖谈经,我们进中学会有应,大家可以去请一本回来。 谈经里面很多教会跟修行都密切相关,都是很重要的指导。 谈经里面讲,不能只记得那句,本来微物何处的尘埃。 还有,像常见自己过,与道极相当。 所以知过很重要。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改过毕生智慧,护短心内非显。 唐眼事,真一孤了。 这些都跟修行很相关。 他以这些经句不断提醒自己,古人也都是这样下功夫。 我们都听过,汤之盘明曰。 汤王在他洗脸盆上,磕了狗日新,日日新,幼日新。 时时提醒自己。 有时候我常会这么思考,古人的根基比我好太多了。 他们都要这样用才能成就道业。 那我现在假如不效法他们呢? 那我应该是门都没有了。 不退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说进步了。 因为不进就退啊。 所以这个修行靠客人。 这个如之和如之和。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去突破啊? 怎么去解决问题啊? 这个态度提得起来。 我们才能突破自己坏的习性。 就像井这一部分也提到,物为难。 你会为难,那就不会主动去解决问题,去突破习气了。 而且未难就会往后退了。 实在讲啊,我们能退到哪里去啊? 你退退退,退的事都是轮回的事。 轮回到最后就是死路一条,能退到哪里去啊? 就要面对境界啊,去突破啊,去提升啊。 所以这个修行也是改性格的过程。 性格比较急了,要调伏了。 那主位忍者,大家看我这个身材啊,应该也能判断出来。 我的性格也比较急。 那这个现在呢,有改善一些了。 首先呢,最要感谢的是老和尚。 因为我这个急的性格不改啊,我很难听他老人家讲经。 哦,因为听的心情啊,要跟他老人家的阴伸,要这个频率要慢慢慢慢靠近了。 听着听着,他的阴伸的色寿啊,让自己的心也慢慢在听的过程呢,会比较能够安定下来。 哦,那有警觉到了。 修行是一切使一切处了。 那调伏这个急躁啊,也要在一切使一切处了。 哦,那讲话。 凡道志,重且疏,物极己以物模糊。 哦,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哎,中道到哪,在哪里啊? 哦,这个依贵节不贵话。 哦,你要中道啊。 哦,你吃东西对饮食物减则,也要寻中道啊。 哦,你讲话,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了。 哦,哦,都要适中。 哦,哦,那,这个走路啊。 哦,一切的言语行动啊,就提醒自己不能着急。 哦,来慢慢的呢,警觉性就高了。 哦,而且能感觉到啊,我们自己一急啊,就影响别人。 啊,别人的表情啊,也,也会透出被我们影响的状态。 哦,治他不饿啊,不要给人家不好的影响。 哦,那,能够从容安详呢,我们在应对因缘呢,才不会失当,才不会事后啊,又非常后悔。 哎呀,我怎么讲错话,做错事情了。 哦,所以面对境界清楚啊,这个从容很重要。 哦,那刚刚,这个黄老师啊,他给我们展现了,要去对峙。 哦,哦,所以,我们落实地址归每一句啊, 都要突破我们的惯性。 我们才能改变那个习惯呢。 哦,就像,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要用身教影响学生。 哦,要,心友谊,谁杂记,救人问求缺义。 哎,那,我们自己首先以身作折了。 那你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啊,那要突破,不好意思问人,就要突破啊。 哎,还要有耐性的,一有疑问呢,当下把它记下来。 哎,有个小本子啊,记下来。 哎,你要有这些配套的习惯呢,才能把这个, 是经据落实的,养成了。 那这样我们,第一次会每一句啊,才能以身作折开动啊。 哦,那立端正。 哦,是一种啊,安定身心的好方法。 哦,这个我们都要去感受。 哦,就是我们用心去感受的时候啊。 我们就愿,愿愿意依教奉行。 好,因为不立端正啊。 哎,你会觉得这个腰啊,背啊,就很容易酸啊,疼啊。 哎,但是你一立直了,哎,好像那个血液循环了。 啊,就感觉就很好。 哦,也给人一种顶天立地的正气。 哦,哎,这个自己感觉深刻了, 就会鞭策自己啊,去坚持了。 哦,那医生缘,拜恭敬。 哦,这个作医啊,叩拜啊。 这个是古时候的礼节。 哦,有些人这个批评, 这些经句都过时了。 哦,那这个批评是没有必要的。 哦,因为这个陈叔的年代是在清朝。 哦,我们也了解古代的状况。 哦,而且。 哦,传统文化是,这个历久弥新,古为经用。 哦,它的原理原则啊,是不会变的。 哦,就好像一棵五千年的大树啊。 啊,它那个树干没有变啊。 哎,可是它每一年都发薪资啊。 可是每一年这些新芽,新业,新枝, 不都是从这个干吸收营养上来的吗? 没有分开啊。 哦,好。 哦,那当然我们也要有应这个时代的一种灵活敏。 哦,不要,这已经是这个时代了。 哦,还叫小孩子要照古人。 哦,去礼拜。 那这个就不是很妥了。 哦,那这个做依寇拜啊,注重的是内心的恭敬。 哦,那我们现在是鞠躬咯。 哦,那我们也有内心的恭敬。 哦,那这个,这个恭举下去啊。 就很谦卑,理敬他人。 啊,洗礼啊,是为了修身。 啊,藉由外在这些礼节啊,修养自己这颗恭敬的心。 哦,而且是学习啊,身心合一。 表礼一如的沉静态度。 哦,这个好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哦,过犹带百步于。 这个也是一个礼节。 哦,我们在做的过程很恭敬。 哦,而且啊,很尊重这一个亲戚朋友。 啊,甚至是啊,很深的一种情意。 哎,募送他离开。 哦,哎,你这个动作跟心啊, 它是表礼一如的。 哦,无量寿经商中说的, 言行中性,表礼相应。 哦,哎,假如这个我们做的过程当中, 那这个内心啊,不相应了。 那,这么学啊,那可能学成应付了,虚伪了。 哦,就好像今天在服务业。 哦,客人来了,哇,鞠躬90度。 啊,客人过了,客人没看到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张嘴脸啊。 哦,那这个,这个,对修身啊, 反而是一种障碍了。 哦,哦,这个练习啊,表礼如一啊, 还是很重要。 尤其啊,我们修行呢,是要, 练出真心来。 真心是真诚。 哦,清静,平等,正觉,慈悲。 哦,那等于是说呢,真诚啊,就不虚伪。 那等于做任何事啊,都不应付。 哦,所以大学里面谈到诚意啊, 所谓诚其意者,物质其也。 哦,自己表礼不相应啊,就在欺骗自己了。 哦,而且我们看到,这个, 诚意啊,下功夫在,故君子,必胜其毒也啊。 胜毒的功夫,才能练出,表礼相应了。 哦,哦,那,这个, 胜毒当中啊,大学那一篇经说的, 识目所识,识手所指,其言呼啊。 纵使身边没有任何人呢, 自己的态度就好像呢, 识,识个眼睛看着我了, 识着手指指着我了。 哦,那我就不会说,没人的时候就很放任自己了。 识看,这就是圣毒啊,这一段, 好像是真子说的啊。 识目所识,识手所指。 其实啊,我们读过《无量寿经》的, 我们起个念头 何止是时目看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 青青海会众菩萨 没有一个人没看到 没听到 所以老法师有说 他当时候读《无量数经》 读到这一品的时候 寒毛都竖起来了 诸位忍者 您读到这一品的时候 读到这一句的时候 寒毛有没有竖起来 我现在还没人看到的时候 还做这个坏事 到时候要去极乐世界 见到那么多菩萨说 哎哟 你那时候 我们小时候长辈都说 哎呀 这样太羞羞脸了 不好意思啊 会惭愧啊 惭愧是善根哦 惭愧愤发了 改过了 不能人前一道 人后一道了 要念这个 表里相应的 做任何动作啊 都是真心做的 恭敬心做的 没有做表面的 没有应付 念佛也是啊 不能念得有口无心啊 在那应付 哎呀 早课我做了 晚课我也做了 要真诚 不自欺 不欺人 不能去骗佛菩萨啊 好 那 夏老师啊 念佛要法 只有一念真诚 所以真诚心念佛很重要 不能口念弥陀 心善乱 这个就对阿弥陀佛不真诚了 字句啊 真诚的念 一字一句啊 都很清楚 跟阿弥陀佛的这个 频道就接上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所以只有一念真诚 而且物间端 物分别 也可以啊 一间断啊 这个须于被念佛之心啊 刹那即结业之所了 然后物分别 不要去分别 执着 但只老实念去就好了 好 那我们看下一句讲的物间语 这个是为接下来的人 不要弄脏了别人的衣服的下摆了 物避移 这个避移啊 是一只脚斜站着 给人呢 懒散不敬的印象 这个也是不自敬的 所以大家看这些句子 也都没有离开 自爱爱爱人 自敬敬人 这个种词 发门 鸡具啊 是坐的时候 两脚脏的 像本鸡 这就很难看的 当然 尤其啊 尤其啊 女孩子 当得很大 这个就 让人看着就不庄严了 当然男孩子也是哦 摇臂啊 是抖腿了 是显得轻浮不庄重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自己会不会有这个摇臂的动作啊 这个都自己解决性都有高 我也见过学府的还是会摇头 而且心形一主不外 这些行为会出现呢 一定是心还是不安定 你看一个心安定的人 会不会去听摇滚乐啊 哦 他一定很难受的 把他关掉了 心很浮动啊 才会跟这些音乐相应 心很安定啊 你喜欢听古情曲了 这个曲子相应了 我们都要 从自己的一言一动啊 来观照到自己心的偏颇处 才能去修正啊 修行啊 好 好 所以地质规 这个顶部分这些 这个颈部分这些锯子 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去落实 改掉本来的坏习惯 纠正这些不雅观的举止 哦 那就会在十一柱形上啊 处处养成 合理 啊 这个度 掌握得好 还有正确的这些知识 姿态 那就 赢得别人的尊重啊 好 下个礼拜啊 跟下下礼拜呢 啊 真的刚好啊 要参与这个 啊 在马来西亚办的大专营 大专汉学营 哦 这个是由至善基金会啊 啊 来主办 那因为啊 我们这个地点呢 啊 芙蓉弥陀村呢 他那个网路啊 还没有签好 哦 所以 成的进去呢 就没有办法 跟大家啊 上课程 哦 哦 所以下个礼拜 跟下下礼拜啊 啊 成的邀请呢 啊 赵小龙老师啊 来跟大家上 真广闲文 哦 啊 因为呢 这都是属于 慎学根之根的经典 哦 老法师说 啊 小学 学学做人 啊 教材呢 慎学根之根 啊 中学学做事 啊 四书五经 啊 大学学为政 啊 是群书之药 哦 那这真广闲文啊 也是 哦 哦 群之根当中的一部经典 哦 哦 那因为 这个 这个 赵老师 他也是长期给大众上增广行文 还有百家兴 还有最近他也常看老阿尚推荐的 《道德重书》 里面好多英国的故事都记载着 很详尽 哪一年的康熙哪一年 明朝哪一年 都记得很清楚 是这样的英国故事还能取幸于人 我们请他来 就他长期讲课的一些重点 跟大家来分享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再次给大家致见 今天出了一些情况 谢谢大家的参与 阿弥陀佛 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大家好久不见 陈德刚好这段时间 接连有几个课程 当然从七月中有办英国汉学院扎根班是一个月 后来到大马弥陀村是办大专营 这几天 这几天还办小朋友的七岁到十四岁 那个小朋友还有100公分左右的 很小 那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也有一些体会 今天跟大家交流交流 我们在教学的路上 我们也是善有为一 相关而善 不是一个人 在这个教学路上走 读学而无有 这孤陋而寡闻 大家有机会 彼此的悟触 可以互相探讨 意重靠重 在末法时期还是很重要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陈德最近常跟大家谈 老上的一句话 面对境界要清楚 大家有印象吧 因为学佛是学觉 佛是觉 那等于我们面对当前的境界 我们要清楚不能糊里糊涂 更不能打迷糊仗 更不能不清楚问题出在哪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以后还会饥饿零三再出现 所以佛法就是生活 佛法就是用在当下 所以好像也跟大家提过几次 佛门有一首记 一切皆考验 一切皆考验 看而怎么办 对境若不是 须在从头练 自己也在体会这首记者 那好像这几年 每一个阶段考得好像不大一样 有时候突然事很多了 这我脑海里浮现一句话 了凡事讯说 若除楼踏和触念皆通 楼踏就是事情非常繁多 但是心不能跟着急躁起来的 事情虽然多 但提醒自己要念佛 要用真心去应对 反而在当下都会有一些灵感 可是假如心里一想 怎么这么倒霉都来找我 这个念头一起来就没灵感 越来越烦了 甚至讲错话了 做错事了 后面还得收拾残局了 论语当中言冤问人 问人 我们一想人是爱人 是吧 公子说客己父礼问人 我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烦恼念头 怎么去爱人 不伤人就阿弥陀佛了 不可能爱得了人了 所以这个知所先后了 欲爱人者先自爱了 自爱的人不随顺烦恼吸气 自爱的人懂得克念 克念才能做甚了 那又有一段时间 可能遇到一些 比方离自己比较远 但是自己要处理的事 考虑能设身处地 能充分了解情况 当时候就常常想到 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 讲到张良 刘邦用了三个人 叫汉初三杰 张良是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当时候就在体会这两句话了 有时候你离得很远 讲话不能着急的 不能一开口就是指责的 要能体恤别人的付出 要能体恤他现在的处境 甚至要多了解情况 不然一着急 那个话就伤了人家的心了 要定得住 给人家建言的时候 能够置身于利害之中 让对方听了你的话 哎呀你真理解我 不能一开口了 你在那么远的地方 站着说话不腰疼 都一段时间好像都有 在考验自己什么 最近陈德有体会 最近考我的题目 留得清山寨 不怕没柴烧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听出来我的音声 有没有很有中气 这个音声有点 这段时间话讲太多了 但是大家放心 世事是无碍的 这个地球没有我照样转 佛法是要把我直放下 不能越干 哎呀没有我不行 没有我不行 这个就六道轮回去了 这个会膨胀 刚好我们前两节课 赵老师上增广弦文 这次我们一条龙 尤其小学部分很重要的一部书 根之根 其中的一部重要的经典 树叶有专攻 文道有先后 那这一部书赵老师功夫下的身 我刚好到了弥陀村去 没有办法私讯了 那里Wi-Fi收不到 所以我也清静了两个礼拜左右 那这个都会有因缘安排的 而且这个增广弦文 里面的意理很丰富 所以感觉赵老师两节课 还没把该讲的讲完 所以我今天声音又有点沙哑 中期不足 我先跟大家叙叙旧 而且这个增广弦文还没讲完 此为终 彼悟起 但是两个礼拜没看到大家了 还是希望上来跟大家绕绕科 交流交流 因为最近还是颇有一些感触 比方我们在半班 给小孩子半班 而事实上 要把小孩教得成功 最重要的是不是小孩 所以我们现在反思反思的 教这个七八岁的小朋友 不是重点 首先带他的老师 轻重缓急 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假如没有办法判断出来 虽然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做 效果不长 什么是本 什么是末 所以在教学当中 手要关注的 互念的 是第一线的老师 因为他是办教育的 再由他去带动父母 其实父母不能配合 你说这个孩子能 教好到什么程度 就很不容易 小孩那么小 他很会模仿 看什么就学什么 假如老师讲的 跟父母做的不一样 他就错乱了 那怎么把他培养成功 所以我们不能 一教学就把专注点 都只摆在学生的身上 甚至摆在学生的身上 轻重缓急 我们也要清楚 本末先后在哪里 这个都不能错位了 好像我们面对很多学传统话 都超过八年十年了 十多年了 经典很会背 但是虚荣心很强 你说这怎么培养成了 可是他的父母老师 假如他们觉得培养孩子 就是多背经典就能培养成了 那他有这个认知的话 那他就没找到本 得者本也 会背书是财者莫也 大家觉得这个大学重不重要 这部经典这些教诲 我忽略掉了 那我们可能干的就是舍本逐末的事情 至天子以至于庶人 依师皆以修身为本 我们今天踏上了讲台了 我们也是以修身为本 我们也是教学相长 一个老师假如没有教学相长的感受 他教学要有喜悦 不容易 可能心里面常常 哎呀 学生不受教 常常会有这些埋怨出来 但是教学相长 常常在境界当中 我们回到自己身上 哎呀 谢谢这个孩子提醒我 我对这个孩子产生成见的 哎 为什么我才看他一个动作 我就好像有点情绪上来了 这是我们这境界当中有反观的 才看得到啊 像陈德 我们办课程 有个孩子 十四岁了 一个男孩 他很认真 在那里叠衣服 老师在教他 做内务嘛 他真的很认真在叠 可是啊 带他的那个老师走过去 某某同学要认真啊 不要啊 偷懒了啊 他本来很认真在那里叠啊 听到这个磁场过来了 他整个脸都变了 其实 他的这个老师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有没有看着他的眼睛 他根本就从后面走过来了 老师跟学生是要教心的啦 知其心 然后可以长其善 救其师 明明这个孩子现在那么投入 你是要长其善的言语啊 你怎么给他扣上以前那些帽子了 对 这样孩子的心里就觉得 反正父母都觉得我不好 老师都觉得我不好 这造成孩子破罐子破摔了 所以最近看看自己啊 看看遇到的这些教学的静缘 感觉啊 以前听老师说这个当医生当不好啊 都十八成地狱啊 结果这个医生很不欢喜啊 在那踏 气死我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怎么给我判这么重啊 在那跺脚啊 在那跺脚啊 突然底下有人说 老兄啊 你别再踏 再跺脚啦 灰尘都落在我身上了 这个医生吓一跳 哎呦 底下还有人呢 老兄啊 你是干哪一行啊 他说我是当老师的 我当时候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还没教书啊 我也是善根不足啊 大家善根深厚 有使命感 我是被英语人推着来教书的 跑到台东去 人家找不到大学毕业生 三番两次来找我 说去代课两个月 教七岁的孩子 一年级 我才勉强去了 才走上这个教学的路啊 就是观察到呢 爱之不以道啊 是所以害之也 你真爱护这个学生 你有可能害了他 跟当父母一样 很爱孩子 方法不对 害了他 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啊 多次提到 理济学济 我想我接下来念的句子 应该大家都有印象了 导额浮迁 引导 不是硬拉着他 硬拉着他叫亚苗助长 我们观察到学传统话学酒的人 他会被标准答案 那个标准答案谁给他的 父母给他的 老师给他的 那叫灌输 用灌输式的教育方法 很容易就把他的雾门给堵住了 讲一堆道理啊 你都没看他的眼睛领悟了吗 消化了吗 这个老师父母啊 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到最后这个孩子就听着 傻傻的 雾门都会堵住 甚至义理都会错乱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 我们的教学方式 不符合理济学济这些原理原则啊 我们是在爱他 害了他 我们是在爱他 像我们最近 在跟大家探讨地之鬼 常常都会讲到老和尚的榜样 那我们有机会 清静老人家 我们也在观察老人家 怎么处世待人 怎么教学 所以对我们来讲 悟性很重要啊 我们要善观察 善思维 善体会 我见了不少当父母老师的 一讲话 那个道理就停不下来 学生孩子 讲几句啊 就被他 你先别说 就被他压回去了 他是乘着自己回想啊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老和尚都非常专注听我们讲 这是老和尚给我的身教啊 我们都是打从心理啊 佩服他老人家 佩服我们进而要效法他 老和尚也是温良功俭让啊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不能强势啊 其实一强势 对孩子来讲 孩子就懵掉了 所以父母老师强势 这孩子的悟性都会受很大的影响 我们最近遇到不少传统文化学的 十年以上的有忧郁症了 哎呀我前不久常常都提到 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是忧郁症了 这个身体跟心理啊 这些理啊 其实都是相通的 我们善于去领悟啊 举一反三 别忘了身体 吃了不好的食物会伤身 这是身体 心理呢 我们传递给孩子负面的情绪 也伤了他的心啊 甚至还伤了他的身啊 身体跟心理呢 很难分开的 那我们就不能用负面的情绪 继续对待孩子 这是遇到一个都已经是十八九岁的女孩了 私底下跟我约见面了 母亲们的言语啊 就是对他的批评 都有人格的 侮辱的语言出现的 你说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 他最尊重的妈妈 他对他的人格都有五路的言语 也是对他来讲 他怎么去面对 所以这个孩子都有寻短的念头了 当然我们遇到这个情况 也是让他去理解他母亲 我们也不是指责他的母亲 为什么 有果必有因呢 因为他的母亲遇到重大的丧子之痛了 所以这个时代是理解万岁啊 我们也不是听了一个事情之后 哎呀谁太过分了 哇那你就进入他们家的 是是非非里面去了 但是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哇你这个当父母的 要能感受到孩子的心呢 理系学习讲知其心 你都不了解孩子的心 甚至你伤他多深你都不知道 那身体经脉会堵住啊 人的心会不会堵住啊 有些事想不通堵住了 甚至什么 有些道理啊想不通堵住了 我最近在观察 从小都没有吃什么苦 父母也对他非常爱护 可是啊 这个父母都学传统话 一开口讲道理啊 就是整篇整篇的 也没有观察孩子的吸收状况 最后呢 都是很幸福的孩子 但是理啊堵住了 你看他的眼睛就不是通的状态 那不通啊 他自己会在那转啊 转到最后也忧郁了 想不通 他理听的太多了 互相产生矛盾 这个时候父母又没有把他 这个引导 让他能够贯同 然后可能又产生 智责 智责的杀伤力很大的 是我否定了 甚至我们太强调因果 因果重不重要啊 当然重要了 但是我刚刚用了一个字叫太过犹不及 因病与药啊 身体是因病与药啊 法也是一样啊 所以佛在金刚经说 若说我有说法者即是放佛 不能结我所说义了 佛的教话他是应激的 他应激的这段话 他是怎么考虑的 假如我们没有去理会了 我们会拿这一段理啊 套在另外的情况硬套上去 这样接受的人啊 他可能会 好像被一个道理打了一棒 那头晕晕的 然后又说 对佛说的 对老师说的 对爸爸说的 他又不理解 然后又觉得 他们很爱我 所以他们对我错 都没有应激啊 所以成德感觉啊 老儿上太慈悲 太慈悲了 老儿上在讲 试依法的时候啊 那个依了意 不依不了意啊 那一般开解说了意 了意就是当身成佛的 当身了脱生死的 叫了意啊 人天成那个不了意啊 一般是这么解乏 老儿上说 你用了真正得利 对你来讲了意 所以我常常举这个 宏毅大师 隔音别录说 教人以善悟过高啊 当时其可从啊 你不要 那个父母医学大臣啊 一下子给孩子的目标 就是大臣的境界了 我还听过 那孩子去给人家道歉 还要求孩子下跪 给人家道歉 然后告诉他 老儿上都是这么做的啊 你也可以这么做啊 这些都是学几十年 老儿上经教的人 教出这样的方式来 你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要去达到老儿上那个境界 去给人家下跪磕头 而且老儿上那种姻缘 也不一样啊 你不能这么套啊 搞得那些孩子学传统话 苦哈哈的 所以诸位忍者 假如陈德有讲一段话 你听完之后 反而有忧虑牵挂 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一定是你们领会错了 我没有那个要让大家生烦恼的 这个想法 可能是大家听错了 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 我们刚刚说 因果强调太过了 你那种磁场啊 就会让孩子产生恐惧 然后呢 他就常常想 我犯这个错了 以后要去第一眼 哇 这些变成他心理上的石头负担 所以孩子应该越学越快乐 老儿上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利用 所以学传统文化的孩子会忧郁啊 可能我们教学的方式要考虑的 不能灌输啊 要导而扶迁啊 抢而扶意啊 要多鼓励他 不要否定他 意就是否定了 开而扶达要启发 不要一次哇 噼里巴拉的道理一次给 说个没完 甚至于这个孩子的内心里面 还有一点 冲击比较大 就是父母很会讲传统话的道理 但是夫妻不和 都没有把传统文化做出来 这个对孩子冲击也很大 所以言教在后啊 深教在前 我们这个法表不好啊 要让传统文化 在孩子的心中 都是啊 坚信不移就很难了 所以我们前面走了 超过二十年的路来 我们得总结总结来 为什么学传统话的孩子 超过一半 最后反感 这跟我们父母老师啊 息息相关哦 我们绝不希望 孩子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 有不好的感受 这绝对不是我们 任何一个人希望的 但是我们得对照经典哦 不然爱之不已道 是所以害之也 很可能在我的身上产生了 好 我的声音好像越来越有点沙哑 我现在在考留得青山寨 我面对境界要清楚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赵老师 继续给我们受课 阿弥陀佛 好 好